复华是回不去了 说不定啊 他们现在 就到上村找到我妈那儿了 希望我妈跟海棠 别为我真当了逃避 海辰 你说我究竟该去哪儿 才能真的上前线 更能不能干 我觉你是绝对不能再参加了 对了 你去延安吧 延安 对 我一直在悄悄地收听 共产党的电台 今年国军玉香贵战役 丢了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国土 六千万子命 可共产党在华北 华中 华南 都发起了局部反攻 还收复了大量的国土 从日本人手里 解放了一千七百万子命 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 而且啊 我以前老觉得 我国军才是精归 我这两年倒觉得吧 共产党才真的擅长打仗 打胜仗 好 去延安 安臣 要不咱们一起吧 我不是没想过 自从韩光中队解散 我就打过这个念头 这三年 他们派我做飞行教官 可连教练机都没让我摸过 他们根本就信不过我 我这一辈子 唯一能让我自豪的 也就是十一月十七那一战 洞拐武到达编队高度 与你并肩作战 洞九五 洞拐武 剪刀交叉 机会掩护 我拉高两万 临时过载之下 发动机可能是零 等我拉斧冲 你们找机会干它 我还期盼着队长能够回来 重新带领韩光中队飞上云霄 冬莱你相信吗 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别的我不信 是我哥 我信 是 所以我要等着他回来 在他回来之前 在我哪儿也不去 而且我这辈子 再不会做逃兵了 那万一 我说万一啊 国民党跟共产党打起来了 你我又在各自的阵营 你说 咱们会不会 自相屠杀 绝不会 我的枪 绝对不会对准中国人 而且那时候 说不定我就和队长一起 投奔共产党了 海辰 你等战争结束 你想干什么 我想那时候 我早就战死的沙场了吧 呸呸呸 你乱说什么呢 大管您哪 我看你啊骨骼旗旗 印堂发亮 一看就是活到九十岁的命 到时候啊 你老了 躺在床上 周围都是你的虫孙子 虫孙女 围着你大喊 太爷爷你别死 太爷爷你别死 你别死了 行了 行了 说正经的吧 等战争结束呢 你最想做的 是什么 我会去找黎仲卫 先前她拒绝了我 可男子汉大丈夫不怕被拒绝 我会去找黎仲卫 我想要告诉她 这么多年了 我的心里 一直都诱过她 我没想到 董莱 我不能再送你了 你赶紧去见领帽线 行 海宅 你就等我消息吧 好 怎么是那种条路啊 怎么是那种条路啊 来 帮我一下 老大 他们这边快完工了 主任 这条路修得差不多了 就是过装甲车也没有问题 好好好 这里就快要打仗了 我们还要连夜回隆林 再飞回昆陵 记得带上肖红温 还有 再多抢运机车油 明白 集合 来 收工 集合 快点 快点